大家好 我是晨晨 歡迎來到電玩宅速配 魔物獵人的消息又來囉 相信各位獵人們應該在上週末 守著發表會來一探新作的消息 大家都在猜究竟是不是系列新作呢 沒想到竟然出了Double X 嗯 什麼是Double X呢 別急 快來跟晨晨一起揭曉吧 魔物獵人官方在日前預告了線上發表會時間 而新作揭曉跌破許多獵人們的眼鏡啊 Tipcom 在Monster Hunter Direct 線上發表中 正式公開魔物獵人系列新作 也就是魔物獵人Double X 並不是傳聞中的魔物獵人5 這次魔物獵人Double X共有六大全新要素 甚至連獸祭主要魔物 都從原本四個增加為六個 所以擔任本次發表活動的主持人 魔物獵人系列製作人 十本梁三一人四畫 外加代表新魔物獵人Double X 製作人小島聖太郎兩人畫 共進六人共同接開星座情報 直播發表的主要內容為 揭曉新增的要素 包括一個Brave Style 還有一個看起來很像抓著火藥桶的獸祭類型 就連貓獵人也有新增獸祭 接近整合獵人的獸祭風格 接下的要素還有遺群領龍士船等等 以及令獵人們為之瘋狂的狙擊任務也含在其中 而封面魔物的部分新增熬魔角龍 明義的雙星主要的兩隻全新魔物 讓X增添了新的體驗 魔物獵人Double X將於2017年3月18日開賣 支援魔物獵人X整檔繼承 以及魔物獵人物語 兌換納比錄的隨行愛路防具 獵人們快趁這段空檔頁面手感 迎接新魔物獵人Double X的到來吧